大家好,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收听今天的分享 一个中年男人,获得幸福的方式 幸福就像是糖果 在人感觉到苦的时候 塞进嘴里,会觉得有一丝丝甜 能支撑自己走过更多坎坷和挫折 人这一生,人们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幸福 可并不知道怎样去做 才能让这甜味能够一直回荡在自己的人生中 年龄越大,越觉得人生的底色是悲凉 人生中有很多的无可奈何 生死离别更是寻常 放不下,求不得 人到中年,会有遗憾,会想弥补 不妨也多为自己思考一点 卡奈基说 幸福并不是依存于你是什么人或拥有什么 它只取决于你想要什么 回顾半生,发觉亏欠最多的就是自己 对自己好一点 幸福感就会多一点 一个中年男人 获得幸福有以下几种方式 给自己一些补偿 人生到了下半场 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会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也会感觉到更多的焦虑和压力 男人往往不愿意把内心中的痛苦说出来 生活中就算是有很大的压力 男人也会一个人默默地扛下去 不愿意让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担忧 希望成为他们的依靠 如此心中积压太重,痛苦太多 男人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少 一书说,人生短短数十载 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 不是讨好他人 男人给自己一些补偿 补偿半生以来对自己的忽视 补偿半生以来忘记给予自己的奖励 学会关爱自己 或许只是在车里默默地待十分钟 或许培养属于自己的爱好 又或许找一个让自己内心真正宁静下来的方式 给予自己片刻的放松 男人可以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仪式感 比如给自己买礼物 或者用一些事情来激励自己 渐渐地会感觉生活越来越有乐趣 能看到人生中更多的阳光 幸福其实很简单 就是转变一下思维方式 拥有更积极的心态 学会关爱自己 便不再害怕生活的百般刁难 会拥有更多的幸福 珍惜婚姻生活 关爱枕边人 人生中有一部分幸福 来自婚姻 来自爱人 男人 真正爱你的人 是你的枕边人 而不关心你 不爱你的人 正在索取你的时间和精力 安家中的看先生 在婚姻里变心后 给婚外的爱人之否斥巨资 买了一套房 而看太太与他白手起家 为他付出了前半生 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为他生儿育女 照顾家庭 却留不住男人的一颗心 看先生将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知否却并没有太多的真心 考虑更多的是利益 看太太经历了太多次失望 终于选择了放弃 想要离婚 一个人独立 这时候 看先生才终于看清 这次被判 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家庭已经破碎 财产将会被妻子分走一半 所有的一切 都变得无法控制 看先生第一次有了危机感 这才知道 妻子原来对自己的人生 是那么的重要 男人 总是在失去之后 才会知道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是水 太过于稀松平常 就会忘记 离开了 他就活不下去 男人 请珍惜原配 珍惜那个 愿意和你风鲤鱼里 一起走过来的女人 老去之后 他才是那个愿意 与你不离不弃的伴侣 有老伴在 人生才会有更多的幸福感 学会拒绝 勇于对不需要的责任说不 人到半生 男人身边维系了许多 友情 承担了太多责任 要为自己减负 人到中年 或许男人的内心 会感觉到更多的危机感 网上攀登的路很难走 所以 许多男人很想经营好人际关系 想让自己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 为了经营人脉 习惯性地讨好身边的人 不敢得罪任何人 其实 这样并不能交到真心的朋友 也不能对自己的人生起到任何帮助 男人 不要焦虑太多 要学会拒绝 别让自己太过疲惫 属于自己分类的工作要做好 然后 专注提升自己 人到中年 精力有限 对不需要承担的责任 勇敢地说 不 懂得说不 不要再背负不属于自己的负担 哪怕得罪一些人也没有关系 那些只有你去帮我 帮忙才能维系的关系 早晚会闹僵 不如不给别人希望和期待 也能还自己一个清静 让自己活得轻松点 人到中年 男人 请学会善待自己 学会关爱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珍惜婚姻 学会为自己做减法 让自己活在当下 活出幸福感 吉格斯说 态度决定成败 无论情况好坏 都要抱着积极的态度 莫让沮丧取代热心 男人 不要总是装作坚强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允许自己释放脆弱 好好爱自己 让自己对生活 有更多的热情和期待 好好爱自己的妻子 让人生每一个日子 都有人陪伴 不必考虑太多 更不必在乎那些 可有可无的人 对你是怎样的看法 人到中年 活得潇洒 肆意一些 得到幸福 就不会太难